尸袋都在誰要去買 一次是尸袋的包裝袋 還留在公墓內 38歲的林姓男子遭人殺害後 被棄屍在新設的第七公墓 我們在這邊沒有聞到任何錯誤 都沒有 我們有聞到任何錯誤 我們就很敏感了 警方研判林姓男子死亡時間 不超過三天 他被發現時頭部有多處血跡 懷疑是被人通過致死後 才這道新設棄屍 死者是台南人 家屬從台南趕到台中 家人說林姓男子離婚後 獨來獨往跟家人不親 只知道他從事載貨工作 目前待夜中 過去曾多次向地下錢莊借錢 過程我爸前兩天 是有接到討債的電話 就是說因為他有欠錢 然後找不到人 死者爸爸則懷疑 是麥球糾紛 因為對方曾經氣噗噗找上門 要說起來是 年紀不年人 你聽不到人 人家人 警方說嫌犯不止一人 雙方疑似因矽故吵架意外 歐人致死才這道新設的郊區棄屍 丟在公墓的雜草堆中 以為沒人發現 沒想到附近正在舉行花坦街 人來人往 讓殺人棄屍案意外曝光 廖長官 劉文明珊錦 陳台中採訪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